魚怎麼釣的? 放給牠, 再抽牠 一刀一抽一挫 一刀一釣一釣 一刀一釣一釣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上兩集潛水和杜木洲都玩過 來得沖繩玩, 當然不少釣魚 今集阿火會和朋友坐船出海釣魚 因為每天早上6時要在喇叭出船 所以住近那邊的民宿比較方便 大部份的釣具, 我們自己帶來 至於懸勾和釣魚 我們就找了船家帶我們去買 如果怕雲朗的朋友, 最好買雲朗藥 這隻白套是最小的 另一隻雲朗藥便便宜 有朋友都試過OK的, 大家可以看看哪隻適合 來到喇叭市, 我們都選了一間民宿 這間民宿都可以住10個人 地方夠大, 但一群人玩就比較開心 廚房的食物, 當然不少 釣魚回來後, 可以即時做來吃 這間民宿的家庭都很齊 電飯煲, 焗爐, 微波爐, 鷹有盡有 釣魚多, 還可以冷藥 這個位置的湯魚很棒 大大條的湯 不過爐頭炸了一點 想放大一點的鍋也不行 二樓全部到休息區 每間房都有電視很棒 兩張小行床 還有電視機 真棒, 這裡也有洗衣機和乾衣機 釣魚的衣服更好, 可以洗完再拿回香港 雖然房子很漂亮 不過我們真的沒什麼時間享受 因為我們早上5時起床出海釣魚 夜晚回來後, 人都散了 晨早起床, 店舖還沒開 早餐和午餐只能去七仔買 買齊食物, 我們就可以開車去碼頭 現在已經很滑海了 今天很滑海 Ta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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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們預約一隻日本船出海釣魚 原本是汪船長帶隊 不過他剛好沒有空 就由Tamasa帶我們出去 馬頭附近有很多人釣魚 其實有時間都可以試試 大家如果想去沖繩釣魚 最好選五六月 到七八九月, 颱風會比較多 風浪會很難走 由於今次天氣比較好 船長會帶我們去慶良間外釣 目標魚就是星斑 希望可以做幾條吃 船長說釣星斑一定要用生理 但這裏也不能買生魷魚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釣回生理 在香港只要試掛就很難釣到魚 所以通常都會把南極蝦放進去 來到這裏, 又試試看這樣行不行 有了 有南極蝦嗎? 當然了 對 山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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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長說我們的目標就是山蘇 用來釣星斑, 最有趣就是它 哇, 山蘇 山蘇 爆彈 爆彈 哇, 爆彈 你還不是爆彈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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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力 有力 哇, 成根重的豐彈 哇, 成根寵的豐彈 哇哇哇哇, 不夠力 斷了 哇 嘩 被咬到都不得了 這些炮彈掉來都沒什麼用 所以放回它 嘩,這麼大條? 嘩,要去這條 不要,要水斷之竿 還不是炮彈? 要打八字 八字連打 嘩,又是炮彈 但釣後發現炮彈都引起來了 令到反而釣不到魚仔 所以之後就不敢再用蟻蟹蝦了 這條不可以 這條是斑 這條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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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家說所有細亭的魚仔都可以做 不過最好就是三鬚 因為三鬚不會中 所以耐玩一點 斑仔釣多幾下就不懂得動 這些三鬚就大條了一點 這種尺寸就適合了 釣完魚仔就可以出去砌斑 一開始 一開始,朋友仔種一條大野 不知道是什麼來呢? 斑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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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斑嶺那些 斑嶺那些 斑嶺那些 紅瓜子 紅瓜子 全村希望 又有人種魚了 哇 哇 很窮 很窮啊 這裡的連尖仔超多 歐遊魚很多時候都種到牠 不過這些魚吃就一般了 都是脫掉脫放好一點 兩條 是嗎? 兩條六本木 哎呀 真的掉了嗎? 有一個絕六本木的朋友說貓喜歡吃連尖 所以這條魚的名字就變成六本木了 六本木 大海 不要啊? 不要啊 這條魚都這麼深水 抽上來都挺有趣的 嘩 手抽筋啊 大哥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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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因為魚怎麼釣的 接著放給牠 你再抽牠 一釘一抽一錯 一釘一釘一釘 一釘一釘一釘 一釘一釘 不知道 包雪給你玩 我當用釣釣牠 嘩 到 嘩 嘩 大石釘 嘩 眼都凸了 那些人在四五十米 眼都凸了 正所謂樣子都不生 那直接放冰箱冷藏著牠 打飛上嗎? 打冰箱 眼都凸了 嘩 眼釘 眼魚 不用再撞了 收起來 我沒有力 我好像不太 有什麼狂動彈 狂動彈 這麼厲害 你們不認教過 你們 都說了 這裏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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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魚 玩了半天 三蘇都被我們玩完 這樣就只能用魷魚和繩仔做到 對 就算很了 S自愛 日本路不要 這些連尖多到不得了, 一扔下去就扯, 真是過足手印了 走走走 放給我 這條不同的樣子 在香港好像叫白果,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朋友用小魚種,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沒有很大條 沒有力的 沒有力的 一下子突然有 有十米 看見了, 炮彈來了 不是呀, 另一隻顏色的 這裡比較大 快點 哇 哇 哇 真厲害 哇 哇 有條不同的 新款 新款 這條斑也有兩斤重 也不錯 這次有些重量, 應該不是連尖了吧 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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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原來又是炮彈 這條斑也有大條 這條斑也有大條 大條的連尖 大條的連尖 六本木 大條的六本木 我們今天釣了很多六本木 釣完一天之後, 我們跟船長討論 他說我們今天釣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三蘇里不夠 叫我們不要再用南極蝦 另外, 釣斑的時候千萬不要用天青 因為水太清, 魚見到會怕 最好是用圓窄底 然後用三角靈圈飛門指線出來 指線長度大一米領就夠了 幸好這次行程訂了兩天釣魚 還有一次機會讓我們去報仇 希望明天可以釣回星斑 今天的魚鑊 我們就拿去大魚小魚介紹的餐廳加工 這條是六本木還是頭腦? 六本木 六本木 哪一條呢? 兩條都六本木 這條叫六本木 是啊 我們改的餐廳 謝謝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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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差 不錯 不錯 可能浸水 小熟應該不太粗 不是很甜 不太甜 煮出來 不太甜 鹽燒 鹽燒六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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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是好鹹 不太甜 試試看 我剛才覺得是很像頭腦 不像木木的樣子 原來剛才點錯箱 這條才是連尖 難怪一條魚那麼好吃 它又很粗糙,又沒有味道 我真的有蝦蝶,大三酥 大三酥更好吃 這條魚很粗糙 你試試吃那條鹽燒 你別說鹽燒不住,你咬不住 我們不是沒有機會翻身 不過這些魚,除了刺身之外 真的沒什麼方法煮得好吃 哇 這裡有兩條魚 這條是芝麻 不是,那條是芭頭梅 行不行 你懂嗎 有難言之癮 有難言之癮 有什麼 有小吃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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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魚頭 瓜子皮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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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骨腩用來煲湯 真的很好喝 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再去煲手 希望今天可以釣到目標於升班 這次也是乖乖地聽船長說 釣三酥的時候就不再落淋幾乎 直接用二號魚皮勾 然後在底部綁個70克的圓 用一顆烤底引三酥過來就算了 有了 嘟嘟嘟聲 就是船長叫修師轉位 把這條魚收起來 這條魚這麼大 這條三酥做理大了一點 不過先留住 這裡的三酥還不錯 這條魚 如果出去釣班,每天遇到十口里就差不多 全部都是七彩星班 這些班仔留來做理都可以 不過上來就要幫他放壓 嘩 這條魚太大了 用來做鯉就不太適合 這條魚很大 釣夠鯉,我們出發貨大魚 釣班的深度大約6-70米 今天圓就用140克 釣組就是圓窄底 然後用三角靈圈 飛一門指線出來 指線的長度,今次嘗試撕半左右 粒圓和靈圈的間距 就比指線長多一點 釣組最適合拖著底釣 就算是5粒圓就可以了 最少不會拖著口里 用電鯊的好處是收起來不太辛苦 不過玩就沒有普通鯉的好玩 根據昨天的經驗 釣班也是比較細條的三酥 日本釣山里的鯉就比較特別 有隻大靈圈的小鯉 用來鯉鯉 上面還有大鯉 這樣鯉鯉就三下很多 因為要不停地試底 所以釣的時候,要手持才行 如果懶得把鯉鯉放在這裡 真的釣不到 沖繩的太陽也很厲害 還是帶上手套做防曬 這條比較好 這條好像有些羹羊 這條好像有些羹羊 嘩 升班了 嘩 嘩 嘩 這次一開始就種了一條目標魚 嘩 這條大了 嘩 嘩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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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適合 剛才我沒這麼發瘋 這條過磅都差不多三斤重 今晚又可以吃了 朋友仔剛剛種完 另一邊又種 沒有 吃完肯不肯 一嚇就下去 來,有一點理水 嘩 嘩 又是聖班 朋友用釣駝的方式釣刀也不錯 走開了這麼久,回來檢查一下 你看看有沒有事 還有一式上釣 三鬍子被魚咬到沒有輪子 看樣子連魚也不小 連魚也這麼大 這次中了 不過收起來也沒什麼掙扎 應該不大條 好,紅磅磅 阿火種了一條燕蜥, 昨晚試過燕蜥刺身, 吃落口沒什麼魚味 今晚用大東蜥刺身比較好 這條燕蜥就拿來撿住 玩了一會, 斑就收了口, 只好釣魚掛手刃 今天老闆不在, 阿火就可以專心釣魚 三門勾再加鹽魚, 看看種什麼 一扔下去就中了 六本木啊 迷你品啊, 懂不懂 好可憐, 一換你的炮彈就回來了 這條好像有一點力量 好可憐 上網看這條這麼大鵰 香港不知叫什麼呢 知道的朋友不妨留言討論一下 試一下吧 試一下嗎 來吧 這條吃起來不像是連尖 咦, 這條小掙扎 哎喲 又一條燕蜥, 不過這條小很多了 這條漂亮, 剛才那條來的 嘩, 這條舉不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呢 嘩, 這條粗東西啊 嗯 應該過斤, 如果這條炮彈 什麼來的? 藍色的 藍色的 嘩, 好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樓機不夠大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你拉拉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拉拉到正路軟啊 哎呀 哈哈哈哈 自己搞定了 喂 有一程啊 哈哈 好大條啊 哈哈哈哈 嘩, 怎麼這麼重呢 抽到 嘩, 好笑啊 這些馬邊用來刺身就很爽口 再不是用來煲湯都可以的 釣魚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斬一下眼就釣了兩天了 如果不算魚種, 沖繩釣魚都很多魚釣 不過釣星斑難度比較高些 釣不釣到就要看運了 這些在香港也沒有 這些 這條不知是甚麼 這條不知是甚麼 這條要釣魚 這條很好吃 這條很好吃 這裡有很多魚種 香港也沒有 喜歡雜誘的朋友來這裡釣就對了 好像有火一樣 包一隻船去慶良間 附近釣魚 朝六晚六, 坐八個人 船費大約十二萬日圓 唯起港市一人一千元 大家放假, 有時間就可以去玩一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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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是我們在沖繩的最後一晚 第二天沒有甚麼行程 我可以慢慢煮, 慢慢吃 大家直接才拿到手 炎魚舖就買了個 Cannam 不然有這麼多魚都不知道怎樣用 阿火負責煮魚 每個人負責食物 大家一起盛你很快就夠吃了 一條冬星這麼大, 留下來刺身就適合了 小的冬星斑就用來起樓 然後用來煮煮, 頭和骨就用來煮湯 這次我們去沖繩玩八天, 包括沖水和租車, 每人花$14,000 你的全程釣魚好玩, 還是去沖繩玩比較好, 就見仁見智 因為煮太細, 所以只能一邊煎一邊, 把魚放進去煮湯 四五公場, 男人的浪漫 放進去, 煎完放進去煮湯 豬油, 可以煮豬油 你的薑果很大片, 你看手 這條冬星斑用來刺身 水湯的時候, 除了手套, 洗乾淨的手, 再湯好一點 水湯好像芝麻煮, 花了一點 老闆, 蛋油 哦, 好痛啊 要一個擺盤嗎 擺盤, 吃的時候會比較開心 食神說, 只要用心煮, 每個人都是廚神 自己煮自己吃, 無論如何都不能投訴 好, 看見都流口水了 等下, 馬邊下去煮湯 這條煙色沒什麼味道, 用來煮湯 魚湯有原味和日式味噌湯, 兩種款 看見都流口水了 不算魚, 每人都用了五十元 這麼豐富, 真是划算 很划算 好, 真是一般 是女情愉快 好, 真是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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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釣會這麼好 三叔, 誰的釣會這麼好 哈哈 好, 真是一般 好, 真是一般 先吃 好, 先咀嚼, 先來喝 先嘗嘗 很好吃 好吃, 很好吃 好吃 我吃八個, 炎香 炎香 好好吃 好吃, 炎香和黃釘 不, 什麼, 黃縖椅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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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好吃 我那些, 很多 好多啊 我覺得這個顏色還不錯 很好吃 有些魚味 對,這個味道 因為魚在這裡 大法都可以 丟了很多 放了很多 死了才丟 不是死的 你以為應該認識 因為我們不再生了 好 好厲害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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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滑 吃沙律 一條 一條 馬邊給我們丟了一鍋湯 對 可以添湯 味噌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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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都笑你 味噌湯 五金世界仔 味噌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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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 很濕 味噌湯 加了醬油, 魚真的不餓 多了醬油 下次魚不要留 煲湯 八天沖繩之旅就玩完了 想起要回香港上班, 慘 為了下一段旅程 只能努力賺錢做事 我們今集到這裡 下集回來再跟大家分享其他內容 我們下集見, 拜拜 神明真的是 我們下集見, 説得很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